长辈到底心里面都在想什么 为什么老师问你结婚没赚多少钱 为什么老师这些问题 大家很常会讲一句话叫做 一代不如一代 其实我觉得更正确来说 应该是一代不同于一代 不同的概念有点像是 跟全部组合起来 就会让他可能去问你不喜欢的内容 讲完听一点 他如果不问你这个 你知道他真的跟你无话可说 把生活想成是让心灵更舒适 欢迎收看Ariel聊心事 哈喽大家好 我是Ariel Ariel这一集要来跟大家谈谈人与人的关系 很多时候我们最讨厌这些团圆节庆 就是因为你会觉得 反正不如一年就是产生更多的过节 Ariel这一集就要跟大家分享 长辈到底心里面都在想什么 为什么老师问你结婚没赚多少钱 为什么老师这些问题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不管是长辈还是年轻人 大家很常会讲一句话叫做 一代不如一代 那个不如一代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会充满生活形态 价值观不一样的一种比较形态 其实我觉得更正确来说 应该是一代不同于一代 不同的概念有点像是 生活形态 生活水平 跟价值观形式 全部组合起来 就会让他可能去问你不喜欢的内容 真的是他的生活文化脉络里面 非常熟悉的东西 讲完听一点 他如果不问你这个 你知道他真的跟你无话可说 如果你很好奇说 那我要怎么跟他聊 比较安全 我们从需求理论 谈人跟人的关系 可能会让大家比较清楚 大家谈到需求理论的时候 第一个冒出来可能会是 金字塔三角形 很抱歉 但是美术本人从来没有讲过 金字塔的任何理论 凡村理论呢 他是有一个传身 跟他上面的风帆所构成 这个传身呢 他有三层 第一层是安全 连结 自尊 这三个构成之后啊 我们这个传身才会感觉到 不会匮乏 才会有安全感 上面是自我成长 但是多数的长辈 他可能在他的生活脉络里面 没有接触到上面这个自我成长 所以如果你期待 他跟你谈一些很冒险的话题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这件事情难度很高 他常常问你有没有吃饭啊 有没有穿好啊 有没有睡好啊 但是我觉得真正可以谈到沟通的 不是在价值观跟他去争执 而是你要知道你谈话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想要吵架 好 那你就跟他吵吧 但如果你是希望可以团团圆圆好团圆 比如说这个长辈 他问你吃好穿暖睡好 他都讲这些 那你就会知道是甲板上的生存的需求 那你可以跟他去进行 你自己在生存上准备了什么 你甚至可以去 多好奇说 哇 那你都怎么做 那你都做些什么 那你都吃什么 有点像是他丢球罐就把球袋丢回去给他 当今天的环境是可能长辈不排斥的 这些大自然还有阳光空气水 这些地方就会把注意力 发散到整个环境的连结上 你就有好多好多的聊天主题 你可以跟他说 你看那里有鸟耶 太阳好热 你闻闻看 这是什么味道啊 你可以把你的眼耳鼻舌声全部打开 当你turn on 这些开关的时候 你们的话题这样的人会非常多 这都会让你们在整个 过年团圆的氛围里面变得更幸福 更回味 如果你在沟通之中呢 你发现在这个对话有人冒犯到你的底线了 可以把它理解成侵略的概念 就是我们内心题是需要有界线的 其实你必须设下界线 好比是跟他说 我不太喜欢谈论到这个主题 你要理解一件事 当你设下界线之后 你可能以为会尴尬 不你错了 当你不尴尬 尴尬就是别人 你只有设下界线他还知道 因为你不喜欢谈这个 不然他每年哦 三节都问候你这个问题 甚至你过年没有回答他 他还用讯息网路轰炸你 当然如果你可以接受躲一辈子 当然没问题 但是前提是如果你不想躲了 其实我觉得 正面让他知道 谈论这个主题我并不舒服 把所有的开头衣物当主题 我觉得沟通是不会出错的 而不要跟他说 你不要再问好不好 你真的很烦耶 你如果一直讲你 哦等一下完蛋了 这个战场就会变成一种 指责性的互动 接下来他就会说 我关心你的那我错了吗 我关心你我该死吗 好啊我都不要理你啊 最终你们的关系对话 那他就会变成是战争 所以你只要把话语权拿回自己身上 说我不喜欢谈论这个 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 当然他如果要继续追问 你就可以跟他说 我刚刚说了 我看到你的好意 但是我有点不太舒服 那不然你说说你的生活好了 我也很想关心你 你就再把你的话语权回到他身上 让他去讲他想讲的 那Ariel 这边最后给大家一些建议哦 希望大家记得刚刚的帆船理论 我们人生的大海 是他选择要往哪个目的前进 那就是属于他的目的 你不一定要跟他一样 没有世代不如一代 而是世代不同于一代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同啊 你可以去核对一下差异是什么 那你理解之后 还是可以有你的想法 我认为理解不一定要跟他一样 而是理解之后可以跟他共存 不管在哪一个世代 希望都对你有些收获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 拜拜 为什么一年都见一次 他们总是问我 啊结婚了没啊 毕业了没啊 赚多少钱啊 啊现在还好吗 买房子了吗 所以我觉得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也是一个成熟的象征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 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是宝宝的象征 我从这里被伤了 是宝宝的象征